美国现在呢 因为这个阴谋论横行 这个Anti-Vaxic Anti-Fismax Mandate的这些 共和党的匪徒和 川普支持者的这个谣言散布呢 造成了很多 美国的这个 深洪州尤其是Northwest 这些地方的州呢 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 大举上升 在这个维基尼亚呢 维基尼亚这个州 他这个注射这个 疫苗的这个几率是70% 可是为什么 他的这个感染新冠病毒的 这个感染率却是在美国排第12 主要是因为维基尼亚 这些Rulia的这些康体 Rulia就是说荒凉的这些康体呢 基本上没有人打疫苗 所以就造成了这种 现在这个目前呢 在维基尼亚呢 这个ICU病房 爆满 床位不足 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Healthy Department Overwhelming 医院的Overwhelming 就是没有办法应付 无独有偶啊 在这个西南 西北部的这些什么 Dakota 爱荷华州呢 爱荷华州 非常严重 现在基本上爱荷华州 所有的医院的ICU病房 全部占满 而这些占满ICU重症监护室病房的人 99.9%是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这些农民 Ranak 还有这些乡村的这些 偏远山区的这些 因为爱荷华州本身就是在大山里面 对不对 所以美国为什么疫情居高不下 就是因为这帮 这个抵制疫苗 抵制这个口罩强制令的这帮混蛋造成的 你看在这个爱荷华州有一个医生 有一个护士 就是一个注册护士 他居然叫自己的家人不要打疫苗 甚至在他母亲都已经就是昏迷的情况下 他依然不让他的家庭打疫苗 最后他自己死于新冠病毒 就这个女护士 爱荷华州的女护士自己死于新冠病毒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疫情就是这样 大城市的人呢 有文化的人 有学历的人都会去知道 打疫苗的这个重要性 甚至大家都在渴望这个boost shot 就是第三针 可是在中部啊 中美北部西部这些 落后的这些小趟啊 这些深红州呢 却对疫苗进而远之 就因为受了川普阴谋论的毒害 和这个conspiracy的毒害 他们不打疫苗 结果死伤无数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们活该了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